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平面绘教利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F1 F2 F3一直到Fn 每一个例都绘教于一点欧 所以呢我们把各例的作用线 在同一平面内起相较一点利息呢 我们称为平面绘教利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平面绘教利息合成于平衡的几何法 那么在这部内容里面 我们主要讲合成的几何法 平衡的几何法 以及三例平衡绘教定理 那么平面绘教利息合成 采用几何法怎么来合成呢 它的方法就是应用立多边形法则 合立即为立多边形的分闭边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图示是有三个例组成的例系 F1 F2 F3 他们会交易欧点 那么每个例首尾相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F1连着F2再连接F3 那么我们做一个分闭边F2 这个F2呢就是它的合力 那么我们如果是用 矢量来表达呢 就是F2等于F1加F2加F3 这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公式里面 F2 F1 F2 F3呢都是矢量 那么假如说有N个例作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表示为 F2等于F1加F2加上1FN 也可以表示成F2等于Sigma F1就是每一个例的矢量合 根据矢量相加的交换力 任意变换各分历史的诸图的次序 可以得到形状不同的例多边形 但是呢它的合力史呢仍然不变 合力的重线呢 仍然通过连来的绘胶点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还是有F1 F2 F3 这三个例组成的一个绘胶力系 那么我们先F1 F2 F3 最后呢我们分闭边F2 按照这个顺序 那么我们改编一下 它的这个组图顺序是吧 合成的顺序 F2再F1再F3 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分闭边F2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分闭边应该是方向都是一样的 大小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符合此量相加的交换力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平面会教利息平衡的几何条件 对于平衡情形下 显然有利息的合力为0 其力多边形呢就是什么 自行分闭 所以平面会教利息平衡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是该利息的合力等于0 这F2等于0 也就是说每一个利的死量合等于0 那么几何条件就是利多边形 自行分闭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会教利息呢 由F1 F2 F3 F4 四个利组成 这四个利我们看一下 按照前面是吧 F1 F2 F3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有个F4 正好这四个利呢构成一个分闭的利多边形 A B C D 是吧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利息呢是平衡的 我们的表达是F1加F2加F3加F4 始量和等于0 第三我们来看一下三利平衡会教定理 那么具体它是这样描述的 如果钢体受三个利作用而平衡 其中两个利的作用线先交一点 这三个利的作用线呢必然交于什么 同一点 并且呢 共灭 那我们可以来证明一下 那么你看一下我们的图示上呢 有三个利 F1 F2 F3 我们呢 这个 把F1跟F2 他们会交于O点 那么F1跟F2呢 可以引成一个合力 F1 好了 根基二利平衡条件 那么F3跟F1 2呢应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作用在同一折线上 那么既然是F3跟F1 2呢在同一折线上 那么这个F3的作用点呢 也是通过什么O点的 好了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 那就证明了什么 F3也是通过O点 那么F1跟F2 都是通过O点的 是吧 那么证明了我们三利平衡会教定理 那么根据三利平衡会教定理呢 我们可以确定什么 我们有些这个一缩力的这个方位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立体 三缸一缸一 是吧 利用三利平衡会教定理 确定角A这个地方的 一缩力的这个方位 我们这样是一个减持量 A是固定角质 B是活动角质 然后呢我们在C这个位置呢 作用了一个集中力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主动力是F是吧 B呢是一个什么 活动角制作 所以B的力呢是千财的 那么我们有F2B 那么F2B跟力F呢 是什么会教于一点O 那这样的话 根据我们三利平衡会教定理 A这个地方的力 肯定也是会教于O一点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A这个力的什么方向 F2A通过O点 所以我们利用三利平衡会教定理呢 可以啊 我们确定某些 一数例的方向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思考题 是指出下利各利多边形当中 哪一些是自行封闭的 哪一些不是自行封闭的 如果不是自行封闭的 哪个使量代表合理 哪些使量代表分理 那么我们看一下ABCD是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A图跟B图 A图我们看一下F1F2F3呢 是构成了一个利 我们利多边形成了利三角形 它是封闭的 所以呢 F1F2F3呢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我们是一个平衡力系 第二个B图呢 F1F2 但是F3呢 就相当于这个三角形的什么 分别变了 所以F3呢 应该是F1跟F2的合理 如果用使量来表示的话 A图里面就是F1加F2加F3等于0 那么B图里面呢 应该F3是合理 那么F3等于F1加上F2 那么C图跟D图呢 请同学们自己看一下 应该他们满足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立体三杠一杠二 它是这样一个水平量AB啊 中点C呢 中一个力F 大小呢 等于二小千牛 方向一量的这个轴线呢 成了六十度角 它的支撑情况如图所示 是求我们固定角之处A 和活动角之处B的什么 耶稣里量的呢 自重呢 我们不考虑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第二讲里面讲的是吧 工程中常见的耶稣B呢 是一个活动角之处 所以呢 它应该踩着于这个斜面 踩着于这个斜面 那么踩着于斜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定什么 确定它的这个方位角 那么我们FB呢 应该是根据斜面 那应签践方向成三十度角 那么因为这个FB跟F交一点 那么A呢 肯定什么 交于同一点 A肯定交于同一点 D是吧 所以我们的受理图呢 可以画出来了 那么根据三例平衡绘胶定理 这三个例肯定构成了一个 分闭的立三角形 所以呢 我们相应的做出立三角形 那实际上就是FA FB跟F呢 构成了一个分闭的三角形 那么根据比例尺 是吧 我们以知了F的列 方向大小 是吧 根据比例尺画出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有三角形当中 我们可以根据比例呢 量出FA跟FB的大小 那么我们得到 FA等于17.0千牛 FB呢 等于10个千牛 这是我们这个题目的一个解答 下面我们看一下思考题 三杠一杠二 它是汽车自动机构的一部分 司机踩到自动凳上的力呢 F等于212牛凳 方向呢 所以水平方向成了四十五度角 当平衡的时候呢 DA呢 是什么 签材的 BC呢 是水平的 四球拉杆BC所说的力 当然也告诉你了 EA的距离 D1的距离 BCD呢 都是光滑的脚链 机构的呢 自动呢 我们不考虑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要注意的 BC杆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二类杆件 因为我们这个机构的自动不考虑 另外呢 由于这个BC杆是二类杆件 那么 主动力F 以BC呢 相交于一点O点 那么D肯定也交于同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A B D 自动机构呢 它这个部分呢 又是什么 又是这个三类绘胶了 那么采用这个 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 立体啊 大家可以做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 互动平台上进行讨论 这是我们一个答案 是吧 大家下期自己做一下 好 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 平面绘胶利息合成一平衡的解析法 那么我们前面呢是讲了几何法 几何法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解析法我们有哪几部分内容呢 一个是 立的投影 什么是立的投影 第二个呢是 我们平面绘胶利息的有一个合立具定理 第三部分呢是平面绘胶利息的合成 第四部分是平面绘胶利息的平衡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指的是平面绘胶利息合成的解析法 跟平衡的解析法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立在坐标柱上的投影 那么大家知道啊 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AB感在折射光线下 或者平行光线照射下 握体的影子 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坐标上面的AB 是吧 AB小A小B 然后呢 我们立的投影呢 怎么弄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立这个AB是吧 那么我们呢 如果在X桌上做投影的话 沿着X做材线 沿着这个我们Y桌做材线 那么我们分别得到了一个FXFY FX呢是立F在X桌上投影 FY呢是立在Y桌上投影 那么我们从AB两端是吧 向X桌做材线 向Y桌做材线 得到了AB跟AB 这个就是我们立在坐标桌上的投影 那么立在坐标桌上投影 我们根据右边这个图可以知道 若以致立的大小F 并且呢也知道这个立F呢 以X轴Y轴的夹角 假如说是alphaβ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投影啊 在X桌上投影就等于F乘以 扩散因alpha 是吧 在Y轴头影就F乘上以扩散因beta 也就是F乘上以散因alpha 那么立在坐标桌上投影 等于立的模乘上一立 以该轴正向间夹角的一线 当alphaβ小190度的时候 Fx跟Fy就是它的投影呢 都是正的 当两个都是瞳角的时候 那么FxFy都是什么 负责 所以呢立在坐标桌上的投影呢 它是一个代数量 立在坐标桌上投影呢 是一个代数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立在坐标桌上投影 它与X轴Y轴的分离有什么的关系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如果将立F沿着正交的X轴Y轴分解 我们得到了一个分离FxFy 那么它们的大小呢 应该以立F在相应坐标桌上的投影 FxFy的接待者呢 是相等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 当OxOy两个轴不是正交的时候 不是负责责责的时候 那么没有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思考题3-1-3 分析 在图式飞则角坐标系当中 立F沿X轴沿Y轴方向的分离 以立F在X轴Y轴上投影呢 是负相等 那么这个呢 大家下期可以讨论一下 自己做一下 是吧 那么如果有问题 我们在互动平台上进行讨论 好了 那么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前面也讲到的投影跟风力之间的关系 是吧 那么在我们要注意两点 一 立的投影是代数量 而立的风量呢 它是一个死量 是吧 我们的风力都是一个死量 第二个 投影是没有作用点的 无所谓作用点 而风力呢 作用在连来这个力的作用点 比如连来这个力的作用点 我们F力在A点 那么FXFY呢 也在A点 那么有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 F它应该等于根换下FX平方 加上FY的平方 就力的大小呢 就应该等于 因为都是负相材责的 是吧 同时呢 我这个力F的方向呢 也可以确定出来 扩散因α 有这样一个表达式 扩散因β呢 同样有这样一个表达式 好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扩散因α 扩散因β呢 我们就成为力F的方向一行 好 第二我们讲一下 合力投影定理 我们怎么来描述呢 是吧 我们继续看一下它的内容 如果力F2呢 是F1和F2两个力的合力 那么相应的 我们有F2等于F1加上F2 这是一个实量表达式 是吧 那么合力F2这两个负相材责的 XY主上的投影 F2XF2Y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表示 就F2X等于FX1加FX2 就第一个力在X投影 第二加上第二个力在X主上投影 同样道理 我们合力在Y主上投影 就等于第一个力在Y主上投影 加上第二个力在Y主上投影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 合力投影定理了 是吧 当我这个F2这个合力啊 它包含有N个作用在O点的 O点的力的合力 就是我这个F2呢 是N个力的合力 那么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什么呢 就合力在X主上投影 就等于第一个力 第二个力 一再N个力在X主上投影的代数和 我们也可以表示成 SigmaFXI 同样道理 在Y主上投影呢 也满足了FY等于FY1加FY 加上于FY等于SigmaFYI 那么我们可以简写一个表达式 就是FRX等于SigmaFX FRY等于SigmaFY 这个设置表明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合力投影定理的具体描述 就是合力在同一轴上的投影 等于所有个分力在同一轴上投影的代数和 这个就是我们平面绘交利息的合力投影定理 我们合力投影定理也可以证明 或者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图 跟表达式的直观的来理解 那么我们这个图里面的力系 有F1 F2 F3三个力组成 我们三个力根据我们前面的几何法 三个力首尾相继 最后的分闭边 FR就是我们红的那个箭头 AD这个箭头就是我们的合力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证明 合力FR在X组上投影应该等于各个分力 在X组上投影的什么代数和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F1这个力在X组上投影呢 就是小A小B是吧 FX2就是F2这个力在X组上投影呢 就是BC 那么相应的第三个力 FX3在X组上投影呢 就是CD 这个合力在X组上投影呢 就是小A小D AD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根据这个图来看了 应该AD等于AB加BC加上CD嘛 那么相应的就是我们 FRX等于FX1加FX2加FX3 这就证明了我们三个分力 F1 F2 F3 在X组上投影就等于我们的合力 FR在X组上投影 FRX 那么相应的我们也可以证明是吧 在Y组上呢也有这样一个表达式 就是FRY等于FY1加FY2加FY3 那么我们有了frxfry 我们就可以求出合力的什么大小 所以我们合力的大小fr等于 根号下frx平方加上fry平方 而每一个合力在x主张投影 又等于sigmafxi 所以我们有这个括号sigmafxi 夸位平方加上有括号sigmafyri 有括号s平方k更好 同样道理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的方向角 αβ求出来 我们有两个表达式 cosααα的两个表达式 这种我们把这种应用投影球合力的方法 就称为解析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部分 平面绘胶利息的这个合成 那么我们看这样有个利息 f1f2fn 假设我知道合力在x主张投影 合力在y主张投影的话 我则就可以把这个合力呢 大小啊 我得出来 方向呢 我们根据方向仪弦是吧 它的方向角我们也可以求出来了 那么这个前提是 我知道了每一个分率在x主张投影 每一个分率在y主张投影 那么frx就等于sigmafx fry等于sigmafy 这是如果我知道了每一个分率 大小方向 它的投影知道了 那么相当于知道了 这个合力在x主张投影 合力在y主张投影 那么我们都到了第一个表达式 它的大小知道了 第二个表达式我们它的方向角也可以确定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思考题 3-1-4 这个绘交力下有四个类作用 那么它的大小方向呢 我们在图里面已经表示出来了 比如说f1等于1.5千牛 f2等于0.5千牛 f3等于0.25千牛 f4等于1千牛 另外呢 f1在y主的反向 f2yx主的反向 那么f3呢 以x轴乘60度角 f4跟x轴乘45度角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根据每一个合力的投影 等于一个分率投影的代数和了 把每一个分率在x主张投影 我们得到一个frx 每一个分率在y主张投影 我们得到一个fry 那么我们就求合力fr等于更方向frx平方 加fry平方 那么这个题目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 我这儿呢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部分 平面绘教利息的平衡 我们这个平面绘教利息呢 有f1 f2fn有n一个例组成的 是吧 根据我们前面几何法里讲到 如果这个利息平衡的话 它的利息都变形自行封闭 就是它的合力呢 是等于0的 就是我们的fr是等于0的 fr等于0 那么我们知道fr是等于 这个合力在x主上投影的平方 加上于合力在y主上投影的平方 k根号等于0 那这样的话 我要满足条件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 这两个frx要等于0 fry等于 那么frx等于0呢 实际上就是sigmafx等于 所以呢 我们得到了sigmafx等于0 sigmafy等于 两个平衡方程 这平面绘教利息平衡的解析条件 利息当中 各立在两个注标轴中 每一轴上的投影的 代数和等于0 那么由于呢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平方程 是吧 sigmafx等于0 sigmafy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方程呢 求两个位置量 好了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具体怎么求解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呢 有个重挥m等于10千克 弦化在支架脚积点B处 AC呢 是固定脚之座 杆件的位置呢 如图属四 力气支架杆件的重量 那么求重挥处于平衡的时候 ACBC杆的内力 那么我们每一次在求解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审题 那么这里面有支架杆件的重量 不考虑 那么BC杆呢 是什么 在B点有力 在C点有力 那么AB杆呢 在A点有力 B点有力 所以呢 这两个呢 都是什么 都是二力杆件 都是二力杆件 好 都是二力杆件 那么 我们以质量 就是我们这个重挥 是吧 所以肯定是取B为研究电线 就脚积电 B为研究电线了 那么这样的话 有三个力 重力MG B锡杆的一缩力 B锡杆的内力 这个AB杆的内力 好 这个把受力图画出来 B锡杆呢 我们是什么 受拉的 所以FCB呢 我们假设这个方向 AB杆呢 根据这个提议呢 我们在AB杆是受压的 是吧 所以我们呢 这里面用FAB来表示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里面 有两个位置 两段 FCB跟FAB 我们是三个力 绘交一点B 是一个平面绘交力系 那么我们有两个平方程 完全可以解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X方向投影的一个方程 那么CB呢 在X方向投影呢 它跟反向成30度 所以它的投影是负的 所以负的FCB 乘以扩散于30度 AB呢 是什么 正向跟X轴 乘45度角 所以加上于AB 乘上于扩散于45度 所以呢 我们这是一个方程 当然了 我们这个方程里面 有两个位置量 我们是什么 求不出来的 是吧 我们在 把所有的力 在Y轴上投影 它应该也是 等于0的 所以呢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这个重力是向下的 FCB跟Y轴 乘的60度角 是吧 那么应该是 上影30度 或者是扩散于60度 FAB呢 因为Y轴也是正向的 是吧 是45度角 所以呢 我们是成长于上影45度 所以我们有 这样一个方程 这两个方程 联力求解 那么我们就得出来 FAB等于88牛顿 FCB等于71.8牛顿 那么这两个都是正的 都是正的 就表明我们感见呢 它的受力的 这个方向是 假设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BC杆是一个拉杆 AB杆是一个压杆 好 我们最后再给出一个思考题 它是重量为P的钢管C啊 隔在这个学潮当中 是吧 卢图属世 试问 平衡时 是否有FA等于P cosθ FB等于P cosθ 为什么 那么这个当然 你要做一下受力图 简单的列一下平衡方程 才能判比 我们平衡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史 那么我们可以在 互动平台上进行讨论 好 本知识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